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一起 这小子太狂妄 三队一打得火热 四周看热闹的人群一片静默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的四个人 那些特调组的人还以为 格宇在威名赫赫的神龙三剑狂手底下过不去三招 但是一拼斗起来 眼前的一幕着实将那些人给镇住了 格宇不光是能够一人抵挡住他们三个 而且还有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任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神龙三剑狂的修为任何一个人都不低 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鬼仙境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眼前的格宇早就已经超脱了鬼仙境 那神龙三剑狂一开始出手虽然很烂 却也保留了几分实力 不可能将自己的真正实力暴露出来 双方一开始都在进行试探 至于格宇更不会将真实实力展现出来 格宇用的手段就是毛山派最为简单的魂元八卦剑的招数 看似简单 每一个毛山弟子都能耍得炉火纯青 要是将这些招数灵活运用到实战当中并不容易 随着格宇的修为不断提升 对于这魂元八卦剑的招数领悟的也是更加的透彻 那苏炳毅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 觉得神龙三剑狂一定能够赶趴下格宇 是因为格宇他们刚刚从黑天狱逃脱出来 肯定是经历了一番大战 从他们身上打扮就能看得出来 现在这几个人身上还穿着那些夜狼士兵的铠甲 一个个破破烂烂 有些都已经碎裂了 全身都是血迹 刚刚经历一番血战 正是凌厉枯竭的时候 而苏炳毅他们这边却是以意待劳 打对方的疲态之师胜算自然很大 但是他却不曾知道 之前格宇对付了大祭司的时候 身上远古摸头的力量复苏 相当于是洗髓伐精了一次 不光将身上的损伤全部修复 而且让格宇的修为重新保持住了 最为强盛的阶段 双方拼斗了十几招 神龙森剑狂 由一开始的猛攻 逐渐变得舒缓下来 只是将格宇团团围住 同时三人合力封锁气场 防止格宇再用类似于 必顿术的手段逃离 越是这般 格宇就越是感觉到了危险 这三人攻势变得舒缓下来之后 剑招却变得更加凌厉 彼此互为勾连 相互依托 攻守之间密不透风 十几招之后 格宇隐隐感觉 压力愈加地沉重起来 看到对方出手的时候 格宇都觉得自己可能是眼花了 竟然出现了很多剑影 将自己周身笼罩 在感受到了威胁之后 格宇从身上摸出一张云雷服来 看都没看 就向着其中一人抛飞了过去 同时脑海之中 也在快速地思考着破解之法 三个人单枪匹马 给自己拼斗的话 自己有把握将他们任何一个人拿下 但是三人合力之后组成的小型剑阵 着实厉害非凡 尤其是无形之中带给格宇的压力 实在是难以承受 必须要逐个击破才行 想到这里 那云雷服就打了出去 静止朝着那温瑞的方向而去 服一拿出来 三人便感受到了极为强悍的雷王 几乎在同时纷纷往后退去 那温瑞脚步后退之间 手中的那把长剑 挽出了一个剑花 然后双手举剑重重披落下去 一道凌厉的剑气 顿时朝着云雷服冲撞了过去 但听得一声轰响 那云雷服跟剑气碰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轰鸣 顿时烟消云散 而格宇的云雷服只是一个虚招 在温瑞后退的同时 格宇直接前冲 同时催动了凤魔刀的手段 伴随着凤鸣之声 一道凤魔刀瞬间便蹦射而出 只要想逐个击破 就要重创起义 凤魔刀这个隐藏的杀招 便是破解僵局的最有力的手段 一道云雷服将他们三人暂时逼退 格宇便攻击了实力最强的温瑞 凤魔刀悬机而至 那温瑞顿时大惊失色 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联盟再次举一剑 朝着格宇的凤魔刀重重劈下去 凤魔刀跟温瑞打出来的剑气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轰鸣 温瑞身形击退 没成想 格宇的第二道凤魔刀 紧随着第一道就打了过去 温瑞看到那第二道凤魔刀 冷汗瞬间吓得就流淌了出来 根本就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手 而且这凤魔刀还连绵不绝 伴随着一声惊呼 三剑狂的另外两个人快速闪身过去 想要帮着温瑞将凤魔刀给拦截下来 却还是晚了一步 那温瑞也就是刚刚将剑给举起来 还没来得及批出一道剑气 就被格宇的凤魔刀给撞在了他的剑上 幸好这一家伙用剑 挡在了自己心口的位置 凤魔刀击中了剑 剑又碰撞到了心口窝 将他一下给撞飞了出去 一下撞出去便是十几米远 狼狈地滚落在地之后 那温瑞当场就喷出一口鲜血 其余二人看到温瑞被打出去 心中亥然 又惊又怒 他们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 同伴的伤势 便一同再次朝着格宇的方向扑杀了过来 看到温瑞受到重创 一直面带微笑的苏炳翼 也有些小小的吃惊 没想到自己从神龙岛请来的强力外援 这么轻易地就在格宇手中吃了大亏 还有西南局的那些特调组的人 也都发出了很多唏嘘之声 而黑小色他们那边却是精神振奋 一开始他们几人还对格宇有些隐隐的担忧 因为一上来的时候 格宇好像是有些落在下方 可是这出其不意的一招 瞬间就扭转了战局 小语 打得好 打死这几个鬼祟 黑小色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在夜旁大声叫好 显得是十分突兀 然而这个时候的格宇和凤魔刀 还有三技没打出来呢 当他们二人一同扑杀过来的时候 格宇紧接着将剩下的三道缝魔刀 几乎同时朝着他们两人打了过去 伴随着三声嗖嗖的声响 凤魔刀分别击打在了神龙三剑狂的另外两个人 那俩家伙也吓了一跳 连忙遁住脚步 举刀劈砍 分别将其中一道凤魔刀给拦截了下来 但第三道再次击向那个一大把年纪的剑圣石瓶 他跟温锐一样 根本接不住格宇的第二道凤魔刀 再次被格宇给击飞了出去 落地之后也是一口鲜血喷出 神龙岛的人 格宇还真不想将他们给得罪狠了 主要是给少小龙一个面子 毕竟他爷爷是神龙岛的一把手 将他的手下给杀了 有些不太合情谊了 剩下那个剑圣 看到兄弟二人被格宇打伤 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顿时恼羞成怒 大骂了一声 该死的小贼 竟然敢伤我的兄弟 我要你的命 说着他独自一人便再次举剑猛冲了过来 此时格宇双手举剑朝着冲杀过来的剑圣重重地披落了下去 这一招是七星剑决中的七剑合一 威力起码要比一道凤魔刀还要强悍许多 一把剑剑横空而来 那剑怪脚步一顿吓得倒抽的一口冷气 连忙横剑抵挡 却也被那剑剑给撞飞了出去 和其余两位兄弟滚落到了一处 神龙三剑狂全都趴在了地上 格宇双手中的剑 将那七把小剑给重新收拢了回来 转头看向了站在不远处的邹秉逸 显而易见 我已经将他们三人打败了 你是不是要履行之前的承诺呀 而那苏炳毅却好像没有看到格宇一般 目光则看向了滚落在一旁的神龙三剑狂 小语啊 黑小色突然喊了一声 像是在提醒他什么 格宇连忙回头看去 但见那三人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各自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看来他们并没有服输 当即那温瑞跟身边的两个兄弟说道 这小子太狂妄 一定要杀了他 说着那温瑞掐了一个法诀 口中快速地鹤念了几声咒语 再次朝着格宇扑杀过来 只是这一次 格宇感觉着温瑞跟之前的气势完全不一样了 好像在瞬间就拔勾了好几倍 他冲杀过来的时候 周身都是密布的剑影 就像是一团白色的旋风朝着自己这边呼啸而来 另外两人则跟他如出一辙 掐绝念咒之后 三人分坐三个不同的方向 朝着格宇这边快速靠拢 看那模样 便是要将格宇当场绞杀的节奏 三个人组成的剑阵 竟然有千军万马的气势展现出来 格宇被围在中间 气场又被锁定 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那一刻 格宇从身上快速摸出一样东西 便是曹德茂刚给自己的东黄忠 朝着其中一个人就抛飞了出去 格宇打向的对象 依旧是那个温瑞 东黄忠在抛飞出去之后 快速的变大 四周符纹闪烁 发出嗡嗡的声响 而且还在不断的快速旋转 任由你剑气纵横 我只用一招来对付你 在格宇抛出了东黄忠之后 格宇又拿出来另外一件法器 不过这法器并没有被抛飞出去 而是放在了自己的身边 此物是聚灵塔 在格宇法觉的催动之下 瞬间变大 挡在了格宇身边 是为了抵挡 从一旁闪身过来的剑射 而后从聚灵塔之中 还有一颗红色的珠子飘飞了出来 朝着那剑怪的方向打了过去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是格宇冒死从那夜郎国祖洞之中 弄来的诗经 东黄忠速度很快 眨眼间便撞在了温锐的身上 但听当的一声巨响 那温锐还没有来得及放出这个大招 便被东黄忠一下给撞飞了出去 在格宇将东黄忠给拿出来的时候 一直站在那儿的苏炳毅 顿时不能单丁了 这法器一直在曹德茂的手中 怎么突然就落在了格宇的手上呢 苏炳毅有些想不明白 转而怒视向了不远处的曹德茂 而这一次 曹德茂就像是没有看到苏炳毅一样 目光则看向了 展现出巨大威力的东黄忠 曹德茂已经看清楚了苏炳毅的真实面目 为了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竟然置他和禅目大师的死活于不顾 将这个隧道给重新封死了 而且在四处还做了加固处理 别说去找他们了 这也是要将他们一并弄死在这隧道里的节奏 一开始曹德茂还有些担心 该如何跟苏炳毅交代东黄忠的事情 现在内心十分平静了 没了任何的心理负担 格宇救过他的命 而且不止一次 而你苏炳毅又对我做了什么呀 东黄忠就算是砸烂了 都不可能再落到苏炳毅的手中 那东黄忠一下将温锐给撞飞了出去 此等法器本身就蕴含极大的攻击力 一撞之下 那温锐顿时觉得浑身矩阵 五脏翻滚 脑袋里嗡嗡作响 好像有红中大吕在耳边敲响一般 直接疼得晕死了过去 至于另外一边的剑圣 携带着无可匹敌的剑气席卷而来 很快被那变大的巨灵塔给拦截住了 几秒钟的时间 在那巨灵塔之中劈砍出了十几件 片刻之后 这惹怒了巨灵塔里边的东西 一道黑红色的煞气 先是从巨灵塔之中飘飞出来 很快就化作了人形 然后无数黑发洋洋洒洒 漂浮在半空之中 遮挡住了凤仪的身形 一般的鬼物晴天白日 绝对不敢现身 至刚至阳的阳气 轻可间便可以让其魂飞泼散 只不过凤意不一样 它是一个鬼魔 道行极高 一上来便用黑发遮挡住了阳光 将自己的身体给包裹了起来 饶是如此 身上依旧有煞气折腾出来 化作了白雾飘散 这次对方是惹恼了凤仪 逼得他不得不白日现身